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次的刑法序章案里边规定了乘客跟司机捣乱的这种情况 也规定了司机和乘客互殴的这种情况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不是还是没有放进去 比如说前一段贵州出现的公交车司机开着车直接冲进河里头了 这个不需要专专规定了 几个罪都可以去规制它了 比如说故意杀人 你肯定故意杀人嘛 你不能说杀一个人叫杀人 杀车上的十个人就不叫杀人 第二按照我们的理论的通说和司法实践的通常的做法 如果那个事情还活着的话 那也会定他以危险方法为害公共安全罪 我是主张定故意杀人罪的 因为故意杀人罪比有危险方法 还要公共安全罪要重 我觉得 一定故意杀人罪的话 比如说这个十个人死了 那就一定他触犯了十个故意杀人罪 就这个案件出来之后 很多人去考虑说这个司机是因为 比如说家里有什么情况 所以泄愤出现了这些原因 这个不影响他对他的行为进行承受 你丝毫不影响他的行为的性质 丝毫不影响他的行为构成犯罪 你再怎么说 有什么问题 你也不能 对啊 让无辜的人去牺牲啊 对吧 那你说你自己家里人为你出在了 那你就去找相关的部门去解决 去处理啊 这个丝毫不影响他的行为构成犯罪 像这个司机呢 他已经死亡了 我们来探讨他的罪行的问题 是也还是有意义的吗 这个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一般人 尤其是说比如说告诉我们司机 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 只是说这个人死了 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没办法追溯了 但是不意味着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了 我们还是要肯定他是犯罪 像这种就人已经死亡的情况 在司法上面是只能讨论他是否构成犯罪 而不能再有什么去 就对他的行为进行什么处理了 不能追溯了 像这种罪呢 这个司法机关就完全可能 就是说他也就是不需要再立案侦查审判 实际上他当然去通过抽查 就是已经把情况弄清楚了 那像这种情况 比如说如果不对司机的行为 进行定性的话 对于后面的财产 就比如说死者家属去追求赔偿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这个你也不能找他赔偿了 他怎么赔偿他人都死了 但是你要找他的家属赔偿的话也不合适 他家属也没有任何过错 只是说我们从理论上来讲 就是说这个司机的行为是构成犯罪的 但在实践中不会说还要来一次审判 不会的 因为这个犯罪人死亡 这个在形式输送法 他就成了不再追溯的一个室友 就是不可以追溯 那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只是为了明确法律责任 为以后来提出一个警戒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说这是个犯罪 那可以起到一个 就是告诉一般人 这个行为是犯罪 是可以有一个 一般预防的这种作用在里面 但是现在就是看到网上有一些舆论 好像是有同情他的声音 就是说觉得他家里出现了那样的问题 所以他才出现这个事情 这是两回事 就是说你对他家里出现什么事情的同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这个把公交车开到河里去 这个行为怎么可能值得同情呢 这是个明显的犯罪 这是两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se mom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